我 对不起 家里只有这一双 没事 谢谢 我帮你吧 我帮你吧 这是真的吗 颜柯向我表白了 现在居然还在帮我吹头发 我今晚还要住在他家 那 好了 谢谢 那 今晚 今晚 我睡沙发 你睡床 去吧 去吧 喂 辞聪 没了 好 手机 妈 放那会不会吵到眼哥 严格 严格 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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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干吗 你 没睡啊 你也没睡啊 我睡不着 这些能睡的吧 这样更睡不着了 怎么了 没事 没事 我感觉我在做梦 你能不能 帮我录个表白视频啊 我怕这梦太快破灭了 表白视频 对啊 不至于吧 至于 真的不至于 那我可不可以问你个问题 你喜欢我什么 你喜欢我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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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现在反过来问你啊 你喜欢我什么 我喜欢你好看啊 就这样 不是 你不好看 不是 不是 我是说你又好看 又温柔又体体 人家弹钢琴的时候特别帅 特别像一个天使 我是不是嘴太笨了 我觉得你男孩都好 你男孩都好 你男孩都好 我们还是看电影吧 好 好 好 怎么了 像做贼一样 不是 我需要一点心理建设 先别让别人知道我们在一起好不好 这么早颜柯 小熊 你们 走 等等 你们这是夜不归宿的你 不不不 不是不是 我们刚刚在路上遇见的 对吧 瞧你心虚那样 我才不信呢 怎么回事颜柯啊 你跟我说 你们不会在一起了吧 没有在一起绝对没有 熊板 你跟我说说呀 熊板 我不跟别人说 熊板 什么 你跟颜柯在一起了 这不是 妖妖全小孩都知道啊 不容易啊不容易 颜柯太不容易了 怎么成他不容易了 老大 你愣是把人家一个高冷男神逼得先表白了 你 你是有多迟动啊你 我到现在我都还蒙着呢我 但是我昨天问他为什么喜欢我 他为什么告诉我呢 咱能不能有点情趣 不能一上来就问人家这种问题 你让人家怎么回答 吃吧 不过这事啊 你先替我保密啊 你这样让别人都知道了 你又得搞事了 怕他们呢 有什么好怕的 说就说吧 我也是 我也是 为了防止扇子娘的发黑就是 咱俩精神点比较好 你跟我说说细节呗 你跟我说说细节呗 你起来 要上课了你干吗 唐辅导员下课找我们 什么事啊 干吗呀 上课了被发现了一会儿 不要再动了 一会儿可真的会被发现了 你已经变头了 这次校庆呢 是我们展示我院风采的绝佳时机 作为这个活动的两位负责人 你们一定要秉承我院的优秀传统 并将我院的这个文化继续传承下去 为这次校庆的圆满成功 保驾护航 为全俏师生的精神文明建设 添砖加瓦 熊玉涵同学 你又没有认真听老师说话呀 重要 这次校庆特别重要 特别重要 是他什么样子 心毒在眼 怎么了 谈恋爱了 没有啊 别谈 没有啊 颜柯同学 你看他那样 是不是谈恋爱了 没有 没有 好像是啊 这我还都不知道啊 你